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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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敢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恐怕就捅了马夫窝了 果然除了五毛党在网上连篇磊的咒骂污蔑以外 主流媒体也开始不时时机的点名批判他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除了封杀他的微博微信以外 还会封杀一切和他有关的产品代言或者是演出演唱 华裔兄弟也一定会忙着以他切割或者是血长数年 最后让他公开道歉对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 朋友们 这个就是目前中国的舆论环境 无论是谁 只要发出以所谓的主旋律相悖的言论 他就一定会遭到打压 敢于讲真话的人总是那么极少数 但是敢于谩骂讲真话的人却是大多数 前两天那个小丑李毅 他就是这种大多数类的其中一位 但是我们万幸的还是有沈嘉兴这样的 敢于指出皇帝是光着屁股的有良知的人 有一种声音说沈嘉兴是中共故意抛出来 转移注意力的话题的 但老朱认为不管是不是中共故意抛出来了 但沈嘉兴起码讲了许许多多中国人 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 我们借用加拿大的民主人士圣血的一句话 中共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座监狱 并且进行了分门别类 等级声言 讲诚分明 血腥恐怖的管理 于是世界看到了一个奇观 许多中国人真心诚意 歇斯底里拼尽一生的力气去歌颂暴政 因为绝大多数人只能拼命争取在狱中较好的待遇 并寄生于统治者边缘的圈子 成为打手和工具 我们看到了什么金灿荣 胡锡进 包括刚才我提到那个李毅 他们都是想寄生于中共的打手和工具 在这个圈子里去 所以目前中国的状态就是这样 敢讲真话你就会受到打压 但是你拼命的去歌颂暴政 那你就会得到实惠 还有一则消息啊 就是中共的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 又一次点名了范冰冰和黄海波 说他们所谓有过 昔日有过世的明星啊 是想通过社交带货平台付出 要求各方面严厉封杀 这些明星之前被处罚了 并没有遭到永久的不得付出的判决 中共为何突然要宣布 对他们的终身封杀 而当年那些什么三路独来粉 被处分的那个部长 隔几年还照样升了官 在这里被处罚 换个地方照样当官的事情 在中共是比比监视 我倒是觉得 中共的媒体又是想借范冰冰黄海波 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因为最近听说范冰冰 又接了很多境外媒体的产品代言 但是又不能用他们的负面新闻来炒作 于是就利用他们社交带货平台付出 这件事情来做文章 在中共的官员中 气质就如同婊子 是不值得珍重的 这种情况我觉得很有趣 值得大家去思考 好了 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大选吧 昨天老猪看到一个劲爆的新闻 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实锤了 那么我觉得 这个拜登 奥巴马一伙 就在去监狱的大陆上了 在美国有个技术专家 叫戴拉辛普森 他是位民主党 曾经在索罗斯名下的一个加拿大基金会工作 他对那个多猫力投票机 就是那个多猫力 那个投票的那个机器 他对多猫力投票机公司 调查多年 最近国家档案在11月24日 发表了独家报道 详细的介绍了这位戴拉辛普森女士 对多猫力公司的调查 辛普森表示 支持多猫力的人 都是在误导公众 让公众认为 这些机器都是在美国制造的 但是他曾经到访过多猫力 在丹佛的办公室 而这个办公室的主要公用 就是将在国外编好程序的机器 售卖给美国 并将它们伪造成 丹佛尔公司制造的机器 这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都在利用谎言迷惑公众 这些媒体宣称 访问过多猫力在丹佛的办公室 并称这些机器和程序 都在丹佛制造 其实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辛普森说 这些机器大部分 都是由电子产品生产成建商 伪创力在中国代工厂生产 编程是在塞尔维亚和加拿大完成的 据悉这个伪创力的总部 是设在新加坡 但是它四分之一的员工 约有五万多人是在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 伪创力在中国最大的客户是谁呢 大家猜到了 是华为 华为的基站 智能手机 特别是支持5G系统的新机型 都交给了伪创力生产 美国的媒体 国家卖国也提到了多猫力投票系统 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波罗斯 这个人曾经在1月9号 美国众议院行政委员会的一个听奏会上 承认其公司生产的投票机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组件 范围覆盖 从屏幕件到芯片 他说 我们的产品确实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组件 虽然不知道确切的百分比 但我当然可以通过我的员工将其提交给委员会 金普生特别提到了多猫力在美国迅速做大的原因 金普生以及他的丈夫通过翻阅司法部所有的相关文件 发现在奥巴马任命的司法部部长霍尔德 以反垄断为借口促成了多猫力的顺利收购 令多猫力拿到了30%的市场份额 由奥巴马和司法部的部长霍尔德在后面撑腰 那么这个多猫力呢 一下就占到了市场的30%的份额 这个就真正是很有猫力了 金普生认为奥巴马和拜登控制选举公司的目的 那是为了保证奥巴马2012年连任 金普生发现拜登在2009年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金普生获得的线索显示拜登2009年5月 在访问塞尔维亚的时候 跟那里的黑客就达成了一下密闭的交易 不但让他们能够控制ESIS设备信息 而且还要通过司法部的反垄断动作 确保后来的多猫力公司拿走一半以上的ESIS的软件 交给塞尔维亚的黑客门控制 戴拉·辛普生和他的丈夫 曾经在索罗斯名下的TIDA加拿大的基金会工作 在多伦多工作期间 辛普生发现了多猫力存在的问题 并且一直坚持对多猫力进行调查 2016年辛普生将自己的调查反馈给了联邦调查局 但没有受到重视 作为支持桑德斯的民主党人 辛普生认为多猫力系统不仅在试图从川普手中抢走这次大选 以前也夺走了桑德斯的选举 如今辛普生决定将其所掌握的信息全盘讲出来 所以这个天有注定 他这个选票叫多猫力 所以我们中国人叫他多猫力 确确实实的这次的选举 存在着太多太多的猫力 很多选民他们以为自己投了川普 把票一记或者往这个机器里边一放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机器已经给他们改了 改成了拜登了 所以拜登才有八千多万张票 所以一个号称自由民主公正的美国在这个大选 攸关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关系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决策当中 居然搞出了这么多的猫力 所以有人说好的制度才能制造好的公民 而我认为呢 应该是好的公民有信仰的公民 才能去维护好的制度 美国的制度应该说是比较完美 比较好的一个选举制度了 但是照样还有民主党他们在搞了这么多的猫力 所以没有好的公民 没有好的素养 好的制度也随时会遭到破坏 好,老猪龙门正 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 咱们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在这里相见 朋友们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哦 好,朋友们 咱们下期再见